我现在有这么多房间 这些都是我的资源 我怎么去让这些资源转化成是 部分是钱的金流 部分其实是我品牌的价值 我们的初心一直到现在 都是我们希望 我们可以把台湾的好 带给我们的旅客 到一个年纪 会碰到一些事情 你发觉不是你努力就可以解决 从国外回来 长得漂亮 有个很帅的老公 有个事业 基本上就人生胜利子 大线的天然工走根 根呢天象化剂 刚好冲他的命 守护家庭这件事情 是他这整个十年的功课 命宫是空宫 一堆人都担心命宫空 OK 大家好 我们国际指挥学会 接下来开始会 做一系列的 一些的一些 我们会寻找一些在社会上 很不错的一些人 很有质感的一些人 他们在生命中 曾经对自己的生命 会有一些奋斗的过程 然后来做一些访谈 然后由这边来讨论他们的命盘 为什么会有这个节目呢 因为很多人都会希望说 我能够去对一些人的命盘 去做解析 我觉得单纯的就命盘解析 很多的老师都在做 你不会觉得他 你对那张命盘是有感情的 所以我接下来就会开始寻找一些 可能是我的客人 或是我的朋友 他们在台湾的社会阶层里面 都是一些在生活中 曾经为自己的生活非常努力的 对生命很有感触的一些人 然后来做一些访谈 由他们的故事 来去讨论他们的命盘 今天是第一集 我找了在台北饭店圈里面 非常非常有名的 Home Hotel的执行长 他的饭店做得非常有质感 台北艺人圈的人都非常知道的一间饭店 我们就欢迎他 大家好 你的饭店在台北是非常特殊的 非常特殊的 然后很少有饭店可以把它经营的 这么的温暖 然后这么的有艺术气息 那你是怎么开始这件事情 我在做饭店之前 其实我不是饭店借的 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就是做行销 做广告 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思考饭店的经营模式 所以我们可以打破很多的框架 那对我来说 其实我是一个 一直不断想要有新鲜事情发生的人 所以如果说我们只是做一个一般的饭店 其实不外乎就是住宿嘛 好 餐饮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 如果一个饭店 它还可以赋予什么样子的价值 或是它可以创造什么样 有趣跟好玩的东西 那它不是只是卖一个房间 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觉得当初我们第一家在信义进化区的时候 也迫使我会去思考是说 我怎么样去做差异化 因为我们之前做广告 做行销 永远都想的是怎么做差异化 那在那时候在信义进化区其实只有国际五星级品牌 如果我要跟他们不一样 我要强调什么 那因为我的背景 其实我从小 其实我从十岁出国在国外长大 然后我在学习的主要学习或是塑造我这个人的观念 很重要的一段时间我都在国外长大 那我回台湾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会有一个所谓的identity 就是我这个人到底是 你是台湾人你是国外回来的 你到底是在哪一个category 所以我有点想要把它综合说 其实台湾有很多很好的人事物 或者是设计或是很有质感的东西 可是我们反而没有去强调它 所以我反而觉得饭店是一个最好接触国外的人 国外的旅客的地方 所以如果在饭店里面 我们把它可以形成视为一个宣传台湾的平台 它会非常有趣 那我觉得一个我们当初2011年开始的时候 台湾的所谓的设计旅店或设计饭店 是几乎没有的 对 那我们也很幸运的在那个时候 刚好所谓的文创这两个字开始 可是我们刚开始在做的时候 其实我们思考逻辑不是文创 我们只想做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的初心一直到现在 都是我们希望 我们可以把台湾的好带给我们的旅客 所以这样的理念一直一直做到现在 变成在我们Home Hotel大安这一边 我们有了更大的平台 更大的空间 我们一直想办法可以融入更多的好玩的事情 然后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让我们的饭店一直持续有这个特色 然后一直持续维持我们的理念就是 帮助台湾的不管是设计师啊 年轻人啊台湾的品牌台湾的企业 我自己早年也是学设计 所以那个Home Hotel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我一个很特殊的感觉就是 一般我们住饭店 你就会觉得你在住饭店 它很漂亮豪华舒服 它就是个饭店 可是我觉得那个 执行长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 它放了很多 平常我们可能不会在家里面 放那么有一文气息的东西 可是它不会让你觉得有隔阂感 你来这边住的时候 一样会有一种家的感觉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这我是觉得是 它在饭店所长相相不容的一件事情 不过我在认识它的时候呢 其实你知道吗 人在运很好的时候是不会来算命的 一定都是倒霉的时候才会来 我在认识它的时候其实是 它刚好在这个十年线里面 人生比较低潮的时候 算命这件事情大家都不陌生 对 可能你小时候 跟朋友去好玩啊或什么东西 其实在很多时候算一算 就过去就忘记了嘛 那我觉得认识大根老师的时期 其实我觉得人生我们都会 到一个年纪会碰到一些事情 你发觉不是你努力就可以解决的 对 或者是说这些是你根本无法掌控的事情 这时候你会需要一些方向 需要一些导引 那那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也说我想跟大根老师 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 是说其实我在当初在怀孕的时候 我的孩子被诊断出来 其实有一些状况 对 那那个时候刚好我也碰到 我在另外一个事业上面的低潮 所以是一种双重的打击 对应该这么说 那尤其是我觉得孩子的部分 这种东西就是 就是这个是一种运气嘛 你会有什么 你也是不知道的 所以当初找大根老师 我是希望可以说 到底孩子的状况会如何 或者是说我的事业 到底该怎么去做一些调整 对 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 命理这件事情 它看你怎么去思考 我觉得它不是 很多人觉得是一种迷信 可是我认为它是一种 其实是一种大数据 对我来说是个大数据 就算你现在的AI什么 它也是收集了很多的行为 跟运算或什么 它去算出来 好 这一个人的喜好 或什么东西 对我来说命理也是一样 我觉得好的老师 会给你一些正确的方向 或思考的方式 在重要的时刻 让我可以有一些 对的方向的调整 或是让我对自己 或更有信心 或是知道 我应该怎么去改变一些事情 我在跟警长认识的时候 其实刚开始 他是我一个学生的好朋友 然后刚认识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人 可以这样说 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人生胜利主 就是家庭还不错 然后国外回来 长得漂亮 然后有个很帅的老公 然后有个事业 基本上就是人生胜利主 人生胜利主基本上 到底要算什么事情 可是实际上现实的情况呢 就有很多这样子的客人 每一个人 不管他的外表多光鲜亮丽 他内心总是有他那个当下 他想要去 必须要去面对跟解决的问题 就像我们那个盘上面 撒心不可能都不存在一样 在跟他生聊之后呢 才知道说 他其实在那个当下 是有一些事业上的一些疑惑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当然后来又发生了 他怀孕的事情 孩子的事情呢 大概应该是他这几年最伤心的事嘛 对 那但是慢慢的状况转好之后呢 剩下来就是他在世界上的投资 在这个过程中间啊 你有什么是你觉得 没有办法处理的部分 应该这样的 刚刚老师讲的 我可以被定义所谓的人生胜利组 对 我在那一个时间点之前 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 好像我都会成功 对 所以我对自己充满了很多的信心 然后 我后来发觉 我投资了一个 我不熟悉的产业 那在这个当下 我有一个 也是一个莫名的信心说 没有问题 一定可以的 可是当然后来 我碰到了很多的困境 我碰到很多 我无法解决的事情 对 那这当然在我的人生当中是 很重要的一次的一个跌倒 对 我在这个投资 我也赔了很多钱 就是赔了很多自己的钱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学习 让我变成是 现在更好的经营者 都会跟很多人说 你一定要做一件 你有热情的事情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觉得 热情是帮助你去度过 你最困难的时候 所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热情不是让你开心的 热情不是让你开心 热情是说 在你最困难最困难的时候 这个热情要帮你撑过去 最困难的时候 才能够撑过去 才能撑得过去 其实说实话 做餐饮这块事情 我发觉我缺少了热情 对 所以当我缺少了热情的时候 我觉得在很困难的时候 其实我会加倍的痛苦 因为我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运作 或是我已经想不出来了 所以我每次都说 那我从那次之后 我做很多事情 我要不只是为了赚钱 对我要做 对我来说有意义 有热情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如果你对于它的目标 不只是赚钱 我觉得你会开心很多 而且你会撑过很多难关 就像我们现在做 HOME HOTEL 对我来说很多事情 我做的 绝对不是把利益放在最前面 我们当然要赚钱 我们不是慈善单位 我的赚钱 跟希望可以贡献的事情 是一个平衡的 对 我不会把赚钱放在第一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 在跟你聊的时候 你也有点心我一些 什么东西适合你 跟不适合你 这些事情 对我说 你还早点跟你聊 对这个可能 就不会去做餐厅 不是怎么适合我 对对对 我不知道命盘有没有 但是我会觉得 一个我的个性的好处是 在当下很痛苦 可是后面我都会发觉 这一切都是有原因 我相信发生什么 都是有原因 OK 我刚刚执行长 他聊到一个事情 其实实际上是 我在教学上面 甚至我在跟很多客人 在讲这个观念 我们这一行 常会碰到人家来问我说 老师我到底适合做什么 我今天在录影前 才接了一个美国的客人 他也是这样子问我 我们到底适合做什么 尤其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本来在中国工作 他现在都要回到台湾来了 我还是在被人家问说 老师我到底该做什么 那很痛苦的是 大部分的客人他们都很失望 付了这么高的钱找我算命 结果我给他的答案是 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客人 可能现场有一些网友 有来找我算过命 一定有这种感觉 他不负责任 我付了这么多钱 你就告诉我说 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我必须坦白的讲啊 刚刚只能讲证明了 我也是这样跟他讲 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为什么这样子说 这中间要讲一件 就是说传统命理呢 他会去依照不管是五行 或是依照他们可能设定出来的 那个什么行代表什么意思 就建议你要做什么行业 但这种建议方法 其实有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比如说一般人家会讲说 什么吴曲星在官路工作命工的人 他适合去做当警察 五职去做加工业 问题是吴曲星他代表 只是你刚毅的个性 你在工作上面是一百亿人的 那当警察适不适合 那如果他的警察是公关组呢 那他也不能一百亿人啊 对不对 在你喜欢的事情里面去选择 适合你工作态度的工作 那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年轻的客人我们都会告诉他说 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真的年纪很大的 我还是会跟他这样子讲 因为你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 你还不做你喜欢的事情要干嘛 譬如说你喜欢做的是艺术家 那我会告诉你 你做艺术家这一块 你到底在这一块行业里面 你适合的角色是什么样子 OK你喜欢开店 那我会跟你讲说 你适合开哪个类型的店 然后怎么样经营 但是我们只给予这样子的建议 可是真正要去做决定了 还是你必须要去寻找你自己的内心 你真正要的是什么东西 你真正要的是什么东西 那我觉得执行长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 他进的饭店是完全屏照着他的内心 就是他完全去做一个他自己都会想要每天来住的那样子的饭店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成功的原因 坦白讲他的饭店其实以行情来说算是有点贵的 但是住房子还是非常好 因为大家很喜欢 但大家觉得来那个钱花的有价值 有质感 当他提到说他在开店的时候 台湾正在流行文创这些东西 文创这个事情很多人在喊也很多人在做 但是他是我看到他真正落实这件事情的人 就我所知道他开放了他的饭店的空间 来免费的让好的艺术家可以进来来做展示 让好的艺术家有曝光的机会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有的饭店业现在应该都很惨 台湾机场 台湾机场关掉了五间餐厅 台北市整个饭店业是爱红遍夜 那Home Hotel在这样的状况里面 你们有什么想法 跟大家一样傻假 应该说我觉得绝对也是很惨 我觉得说什么事情我们都很实际的讲 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 一定是全面影响观光产业 那在这个时间点 你做出什么大家不来就是不来 所以当然那任何的企业到中 或者是我们觉得最快的就是所谓现金流 对不对 我们就先杀价 对啊就现在大家都在杀 杀杀杀我至少有一些部分钱进来 让我可以有现金流 但是我自己在看 是我觉得杀价都是永远是我最不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杀价其实在这个时间点 一杀价到底有没有用是一个问号 二其实杀了价之后你的品牌的价值 但是我不会去说别人杀价不好 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只是在于我的思考逻辑是说 既然事情发生我们去面对它 我们要去处理它 我们要去想办法找solution 我反而思考逻辑是说 好那我现在有这么多空的房间 我怎么去让这些资源转化成是 部分是钱的金流 部分其实是我品牌的价值 所以我们开始做了很多包装很多不一样的特色的课程 或者是体验 让我的空间可以更加的运用 那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吸引更多 以前没有听过home hotel 或是他根本觉得我就是住在台湾 或是我住在台北市 我为什么要来住饭店 对反而趁这个时候我推出很多有趣的东西 让他们可以说 好我来体验看看 我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假假 你知道现在很有名的 staycation 就是说在你的城市里面找个饭店去住 然后给自己一个小小的break 尤其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当下 我对我的未来 我对我的事业 我对我的工作不安 或者是我心里的不安 甚至是我觉得到可能不用这么深是说 我还是想跟朋友聚会啊 可是我不敢去这种人挤人的地方或什么 那我有什么样的选择 所以我们开始从不同消费者的心态 去开始安排各种不一样的活动 然后让他在这个空间发生 飞机就是转机 而是在这个时候我怎么样让这些资源变成是活化的 而不是只是在那边等着大家花很低的钱来住 有听我的影片或者是那个有参加我的趋势讲座 应该都会知道说 我大概在很早很早以前啊 我就跟大家谈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的产业要专心 然后台湾接下来会有很好的荣进 那尤其在今年的趋势讲座里面 我们特别提到说啊 今年大的这个危机呢 其实台湾有一个很好的转机 过去的产业结构跟思维 我们都在做工人 台湾最大的首富 其实不过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工厂厂长而已 产业事实上是要升级的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说啊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这么温暖的人 我们会去讲说 我们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我们拥有这么多的文化 这么多的多元的情感 然后文化的素养 可是我们却一直让 让我们赚钱的观念 一直被建构在便宜大量 这种逻辑上面 那我们怎么可能会变成是一个进步的国家 可是这几年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个事情 因为韩国的关系 因为日本的关系 我们开始知道说 我们要有品牌 我们要有文创 但是大家可以发现说啊 讲的人很多 但做的都是表面 大家会觉得说 品牌就是把包装做漂亮一点 文创就是把东西弄可爱一点 那内容呢 内容在哪里 台湾真正珍贵的多种族的文化蕴含在哪边 我们是看不到的 我们会在台湾住到漂亮的饭店 可是你不会住到温暖的饭店 那这也是我刚开始在认识 执行长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件事 我进到饭店里面呢 我发现 他真的有那种让你觉得回家的感觉 我会觉得说最好我们家就长这样 那因为我们家不会长这样 所以我只好在住他们这边 他帮大家完成了一个小小的梦想 回到刚刚我们在谈的所谓的品牌 我自己都认为啊 它是一种契约 什么契约呢 是企业跟消费者的契约 我答应了我的消费者 我会做到什么事情给你 那当我做不到的时候 我品牌就毁掉了 那这个契约要有内容 我觉得执行长他做了一个很棒的事情啊 是他是真的把这个当成自己的家在精英 所以他不是让你只是进来住 他让住的这件事情 你既然一个时间从check in进来到check out出去 你大概要花8到12个小时在这个地方 那只是睡觉吗 他应该会有其他的价值 那我们要怎么把其他的价值放在里面 刚刚只是想讲到说 那个我们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对不对 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 一般在命理上面 大家都会觉得能够把生意做得好的人啊 都是那种那种什么沙破狼啊 或是那种什么暴冲的那种新药 为什么这样觉得 因为大家自动觉得那个商人都奸商 那事实上不是 事实上不是 商人除了少数那个某一些不顾人命的那些 叫奸商之外啊 还是有很多好的商人 那紫园斗数里面呢 有一个组合啊 是我们上课常提到 但一般人都不会去注意到 可是是我在上课里面明定 甚至不断的告诉大家 这种人呢来创业非常非常好的 执行长呢就刚好这张盘 执行长我们从这个命盘上面来看 他的迁移宫呢是探阴天同 然后命宫是空宫 命宫是空宫 一堆人啊都担心命宫空宫 没有你们这人都很担心命宫空宫 然后一堆网友在问 老师我空宫怎么办 我是不是完蛋了 长得又漂亮生意又做得好 空宫有什么不好 重点是你怎么去 你怎么去使用它的特质 它的迁移宫是探阴天同 命宫空宫 我们基本上呢 借迁移宫的探阴天同过来 探阴天同过来 那探阴天同呢 一般都不会被人家认为 应该要来去做生意的 都是什么当公务人员来这里挂的 其实不对 探阴天同都是桃花星 然后探阴天同呢 都是那种与人为善 而且呢 心思细腻 然后愿意照顾人的心要 这种人如果出来创业当老板 你想想看 他会是多好的一个老板 他愿意照顾员工 照顾客人 他对他的事业是细腻的 他是用生命在经营他的事业 而且不跟人家计较 这样子的人呢 当他在做事业的时候 他其实反而能够去做出消费者 他真正要的东西 因为他是真的拿自己喜欢 他才会卖给人家 不会只会压榨劳工 所以呢 探阴天同啊 为什么我们一直觉得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来适合做事业的 尤其是开店 像饭店这种就非常适合 然后餐厅也非常适合 虽然那个执行长说他开餐厅出状馆 那因为他不爱餐厅啊 对啊 执行长刚刚提到一件事情啊 其实是因为 有在看我YouTube的 或者有买我的书的都晓得说 我在当命运师之前呢 其实我自己是开餐厅的 我自己是做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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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一个很反对降价的人 为什么 因为降价的思维啊 其实第一件事情的考量 很大的因素是 企业要先能够活下来 可是背后呢 他必须要面对到的另外一件事情是 你势必要去损耗到你的员工 你没有办法照顾员工了 因为你利润没有了 接着老板就跟大家讲说 那我们来供提时间吧 譬如说你放无薪假 譬如说你薪水砍你办 大家来撑过去 这样的观念对不对 如同执行长刚刚说的 每一个老板 他自己背后的考量点 我们绝大多数的时候啊 会因为过往的经验 去限缩了我们在 考量产业的时候一个方向 在这个产业转型的环节里面呢 像执行长这样子啊 他会觉得说 我们应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我们反而应该要去更增加内容 更充实内容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 在进行饭店的时候 我就是卖一个床位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们从他的盘上面来看 你看他的官物工 有灵星跟文昌 很多人会觉得说 灵星是一个不好的星 可是你从这个盘来看呢 你会发现说 灵星跟文昌呢 其实灵星是我们在讲的 他就是一种 对自己的刻苦跟坚持 文昌呢是自己的规范 所以他对他的事业啊 会有一定的坚持跟规范 他的对公是天机跟天良 天机跟天良也是一个被大家一直讲说说 这个人啊怎么有办法来做生意 基本上就是去当公司的高阶主管就好了 这也是我们常在 课堂上常跟大家谈的就是 人生没有一个绝对的可能性 命理绝对不能用 很自私的逻辑去看他 机梁跟文娶呢 在他的官公对公 让他在经营事业的时候 可以那个文娶星让他可以有更多的细腻 然后更多的情感 然后机梁呢 可以让他有更好的知识跟能力 去判断市场的状况 然后再加上他的灵星 所以他会愿意在市场有动荡的时候 去有所坚持 而不愿意去放弃 那这样子的特质呢 这样子的特质呢 在他的本命上面影响了 刚刚他跟我们介绍他 对他自己从家族事业 然后到自己的事业 然后到自己的人生 去做的努力 那我们从他的那个大线来看 讲大线就要讲到他的岁数 虽然他看起来不太像这样子 他的岁数啊 大概在这个大线啊 就是32到41啦 那大家就自己去猜到是哪一个 反正你有十年可以猜 32到41 32到41啊 我们可以发现说啊 他走丁 这个 这是他大线的田宅宫 大线的田宅宫走耕 耕呢天象化祭 刚好冲他的命 所以他这整个十年里面呢 家庭这件事情 守护家庭这件事情 是他这整个十年的功课 那这整个家庭包含他的家族事业 包含他自己的家庭 包含他的小孩 他在为这个事情做努力 那因为他 他自己本身是太阴天童 他本来就是那种母亲的心药 所以 他的整个人生思考 在这十年里面呢 都是在做这种 众人的守护神 众人的 众人的这种母亲 这样子的概念 不管是他 对他的员工也是如此 那化祭在大圣的千仪宫 而且是天象祭 所以 那个内心的空缺在于说 他必须要去面对很多 打破他原本想法 跟原本生活的那个问题 可是就是因为啊 他本来的那个太阴天通 跟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灵性跟文昌 能够帮助他在这个十年之内 好好的去度过这个难关 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啊 其实 煞星不见得是不好的事 他有时候反而对你是帮忙 因此呢 刚刚子长他就有提到说啊 Home Hotel事实上 会在这段时间之内呢 把这个资源呢 开放出来 给谁呢 除了过往的 他们把空间开放出来 给艺术家之外呢 Home Hotel这边呢 他们现在开始有一系列的计划 我们会利用他 目前空置出来的一些空间 然后举办很多活动 包括像我啊 对不对 我们这种穷命理师 要办讲座没有钱租场地的啊 要办活动啊 租不起高级饭店的啊 现在我们就有高级饭店 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 来办很多的讲座 接下来 我们学会呢 就会跟Home Hotel 办一系列的 对大家很有帮助的一些想做 从现在大家很关心的工作财运 Always有的 不管有没有疫情发生 大家都关心的爱情 那我们会开始办一系列很短的课程 以前啊 我们租不起这么美丽的场地来给大家 因为职信长的关系 接下来呢 如果来报名我们的课程 你们就会在很漂亮的场地里面上课了 我们可以来请职信长介绍一下 他接下来啊 对于这些合作会有什么看法 除了我们之外呢 Home Hotel也希望说 如果说有一些 觉得自己很棒的一些老师 也可以来找他们谈 接下来合作关系 如果这个公司在好的时候 对员工很好 我觉得在不好的时候 我觉得员工相对的也会体谅公司 一起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这是一个互相的东西 那我们其实很实际的预期在三月份 可能有很多的人要面临在于一些事业上面的 彷徨也好啊 我到底该下一步该怎么走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聊说 我们一直想要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之前住房率太满你知道吗 我要借都借不到 对 危机就是转机嘛 对 所以我觉得在那时候反而觉得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帮助人们 找寻方向的东西 就像当初我很迷惘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是 你没有办法掌控的 对 对不对 就是你不是努力 或是你加倍努力 对 你就会成功 或是你就会更好 他需要一些专业的建议 所以一般不相信算命的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他认识的算命师都很蠢 算不准 第二个就是他没有倒霉过 对对对 倒霉 倒霉是他就知道说 人生不是只有努力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们三月份我们的合作 第一个先推出的就是 讨论事业这件事情 是我觉得是最因应当下人们 在迷惘的时候 他需要一个方向 我们不能够去期待老师说 我跟你说你就是做什么 而是一种给你一个方向 但是人生是自己的情 要自己去理清很多事情 但是我觉得需要一个工具 在这个时间点 那是不是一个换跑道的好时机呢 因为刚好发生这些事情 或者是说其实如果你坚持下去 有更好的未来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希望 接下来这个是 所谓的两天一夜的命理营吗 帮助你寻找自己的未来的命理营 那我觉得这个 我们觉得很有趣的是 你不只是了解自己之外 我们还会安排一个晚餐 让你可以在一个小的人数里面 有机会跟一位命理老师 直接的对于你的疑惑 然后可以跟老师沟通 然后或者是你对于你的命盘 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跟老师在晚餐的时候 享用美食的时候 轻松的去更了解 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 也是符合所谓HOME HOTEL 在推广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个 很符合我们的初衷 那我觉得不管是命理 子惠有数也是 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部分 那我很期待就是 来参加的人 就是他可以 一 更理清自己的方向 二 我觉得给自己一个 小小的度假感 脱离他现在的一些 好好的一个度假 然后住个饭店很舒服的 然后又可以得到很多的资讯 那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了 我目前应该是还没有任何人 有这样子的做 对 那为什么也敢这么做 也是因为 我也是亲身体验 我才敢推荐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 找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好的团队 我们才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客人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一个突破一个创新 然后我也很期许说 这个可以实际上真的帮助到 很多的人 长期有在关注我影片的 或者我文章的朋友 一定会知道说 或是我来找我算过命的朋友 一定会知道说 我大概跟一般的命是比较不一样 上课的时候啊 我们会有考试 然后会要求你要 能够算到说 这个人哪一天发生了车祸 车祸到底是左脚鱼血 还是右脚鱼血 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因为常常学生来上课之后 然后就来找我算命 或是算命之后来找我上课 那他就问我说 老师你为什么 那个上课教的东西 跟算命也不太一样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会要求极度的精准 可是我在算命的时候呢 我却讲了极度的空泛 因此呢 很多客人实际上是不喜欢我的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 因为我觉得啊 人生不能被限制住 当我讲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付了这个钱 而我讲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去把你的人生 被这个命理是 不见得是我 或者是别人 你就被控制住了 你觉得你人生 只能这个样子 就好像我们刚刚讲 那个指定长他的潘 书上告诉你太阴天同 太阴天同就是清官啊 你就只能去上班 天气天良 就当顾问 但实际上的情况却是 他是一个 很适合经营事业的人 只要你选对的产业 人生有很大的可能性 所以我的客人很奇怪 就变成是那个 不喜欢我的就不喜欢我 然后喜欢我的呢 最后我们都变朋友 这个是我一直希望 塑造出来的感觉 命理不该只是一个 有一个人来给你指导方针 所以我常会跟我的客人说 算命这件事情啊 有的觉得我很准的 就说那老师明天我再来找你 我告诉他 你不要再来了 我们聊个天 然后了解一下你大致的方向 那小问题 我们像朋友一样 我简单回答你都可以 可是呢 你真正重要的是 当你在迷惘的时候 我们就像祥导一样 帮你拨开那个人生的迷雾 可是路还是你自己在走的 所以后来我们跟职场 就变成是很好的朋友 他有空就问我说 他现在要投资什么公司 那怎么样 其实闲聊的成分比较大 因为我了解他命盘 我可以给出一个 比一般朋友更精确一点的 然后对市场的了解 更精确一点的建议 就是如此 我一直希望说 命理该是这样 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 觉得说要排我的咨询 要排很久 因为我不太愿意咨询 我希望大家能够自己会 自己了解 绝大多数的人 不见得有那么长的时间 来上我们的课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要能够去发展 像这次跟那个Home Hotel合作的 这种短期的Workshop 的两天一夜 了解一下自己的人生的方向 刚好这次有这个机会呢 我们终于排到Home Hotel的时间了 在Home Hotel这么漂亮的环境里面 然后邀请到Home Hotel执行长 那个做我们第一集的来宾 如果大家喜欢 然后要按赞 知道吗 我们就可以帮大家再找来 更多更多有趣的人 分享他们的人生 让大家知道说 在人很困难的时候 他怎么站回来 然后在命盘上面呢 他其实什么心在支持他 以执行长来讲 太阴天同仁一向都被我们认为 就是一个很软弱的心药 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面临到上智 然后公司出问题 但他因为那种柔软的心 然后跟坚持的力量 一路陪着他慢慢慢慢走过来 然后让他可以照顾他的员工 照顾他的家人 好 今天谢谢执行长来 谢谢 谢谢 因为其他饭店我也不想去啊 不搭配我们的气质 你们不要后面又要开始想要笑 你要笑就笑出来 我没有气质吗 我气质超好 只是跟执行长的气质不同路线的 台湾最大的首富 其实不过就是 全世界最大的工厂厂长而已 现场的笑声表示认同 对不对 你们可以大声笑出来没有关系啊 就郭台铭嘛 你以为我不敢讲吗